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了来了 回来了 最后一些客气香糖 全都买来了 老刘 你干嘛呢 买好了 这啥味啊 哎呀 行啊 嗨 岳大人 人家心童谣上门 你搞得跟恶客迎门一样 能不能把人家当个普通人 就是 你们干嘛要准备这些 那就是心童谣来了嘛 所以我们要准备得充分一点 不过没卖你的份 凭什么呀 老大 给我一个 我不要 你不要 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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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抢 这干啥 没有 别抢 别抢 不是不是 这他刚才不是在这儿 怎么一瞬间就跑那儿 什么情况呀 这儿啊 这儿哪儿回来呢 又站不起来啊 这次是受伤了 还是又犯病了 我刚刚差一点点摔倒 然后你就突然出现 带着我飞了一圈 我现在有点 痕 为了这帮 没见识的家伙 还险些受伤 真是蠢 我以为 这齐足的殿下 会是毛发能命的大汉哪 没想到啊 是啊 挺清秀的 不是说齐人最讨厌 和人接触吧 他竟然能从人堆里 把酒儿救出来 还挺信心的 确实 跟平常说的不一样 跟平常说的不一样 刚才太快了 走了 办证实 你不跟大家打个招呼 认识一下呀 无所谓 偏见之徒 不认识也罢 你认识错了 别解释了 以我的耳力 三条街以外 就能听到你们的耳语 还客气襄扬 你先订我书 老刘 这玩意要给你 我得给你 来 来 你们干什么呀 快走 快走 老胡 大人 不是 银子是我垫付的 陈利